大家好歡迎收看開箱18來 三分鐘短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一天我們要玩的是 NTech P120 Crystal 雙玻璃機殼 說到NTech P120 Crystal 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它大概都是素面 然後或者是靜音 就是比較素雅的主流機殼為主 那這一次的話 P20 Crystal 我看是 還蠻不一樣的 那我也覺得就連我自己也是啦 其實大家如果第一眼看到它說 這個造型會不會有點像某一個機殼 那它上置的電源也是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英雄所見瑞同 再來也是說NTech 它其實是為了這個雙面玻璃俐落的外觀 在散熱的 考量之下的一個重新詮釋 那P20 Crystal 它其實它主要的就是這樣 就是雙面玻璃 外觀就是俐落大氣 那玻璃的好處就是 它有那樣的通透感 那再搭配它們新的玻璃面板設 就是你可以一鍵開關 窗開式的強化玻璃 不僅安全DIY更是便利 你只要往上抬就可以移除玻璃 那內部的話因為這樣的結構改變 它可以支援到EATX的主機板 三個進出風的設計 就是底部最多到3個120的風扇 主機板的右側也可以再裝3個120風扇 再加上後方一個 所以總共是7個120mm的風扇 那或者說你可以搭配成兩組360mm的冷排 整體的空間使用上我覺得相對是更彈性 而且在這樣的雙面玻璃整個造型設計下 它可以維持良好的散熱效果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還有兩個3.5跟2.5的安裝空間 並且還有7根PCIe的插槽 以及3根直立的PCIe插槽 所以整個來說它的在外觀造型下 雖然漂亮維持美觀俐落 那它也是考量到散熱 然後還有你的DIY的擴充性 它都有考慮進去 好啦那我們將手邊的零組的鍵都裝進P20 Crystal當中 當然我們還裝了兩個360的人排 DIY的水了 包含了顯示卡跟我們的處理器 而且我們顯示卡還是直立 那這樣雙面玻璃的機殼下與RGB的混搭 我想大家現在一看就覺得 這還蠻特別的喔 我們是上期的7顆風扇 7顆RGB風扇 可以讓玩家感受到這個P20 Crystal 雙面玻璃機殼與RGB混搭的一種 嗯...算美感吧 好啦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P20 Crystal 還有它的細節啊怎麼底妝啊 那你可以參考點選我們下方的開箱連結 那最後也別忘了繼續訂閱我們XB YouTube頻道 追蹤IGMV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要看到的開箱的產品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掰掰